一方面,全界老总数预会表态,维特赛尔即将归队,但另一方面,维特赛尔似乎距离多特蒙德越来越接近,现在,比利时媒体RTBX更是爆出猛料,称维特赛尔已经通过了多特蒙德的提前,比利时国角距离的假豪门越来越接近, 维特赛尔在夏天离队,放在世界杯前,全界球迷不会想到,但是在世界杯上,维特赛尔表现出色,作为比利时中场的绝对主力,他帮助欧洲红魔拿到世界杯季军,此后,维特赛尔就和多特蒙德传出绯闻,比利时媒体不断更新报道,称维特赛尔和多特蒙德越来越接近,这让全界球迷心中十分不安, 近日,天津媒体也采访了全界老板树玉辉,后就表示,维特赛尔将在8月5号正式归队训练,但是现在,比利时媒体称,维特赛尔已经通过了多特蒙德安排的提前, 如果真到了这一步,维特赛尔的离开恐怕是在所难免了,维特赛尔加盟多特蒙德的转会一切顺利,这被转会越来越接近完成了,比利时媒体报道称。 此外,比利时媒体已经开始回顾维特赛尔此前的职业生涯,过往,维特赛尔在本菲卡,泽尼特等欧洲球队效力过,去年1月,维特赛尔加盟天津全界,转会费2000万欧元, 现在,维特赛尔的支流谜底即将揭晓,这一次,恐怕全界老板要被打脸了。